来 八号 学姐 小伙 长得五大三粗 就是性格实情华异的 刚才短片里面说了 不喜欢听什么现代歌曲 喜欢古典乐 古典乐啊 嗯 我说吧 怕你听不懂 我给你唱两阵吧 行 昨日的阴天为水寒 除了水的歌笨而来在的沙滩 那半玄空 落下了个鱼鹰子 敏翅 收铃往下迁 大南边来了 鱼翁以为 这鱼翁是来在岸边 他倒说 欢喜 欢喜 真欢喜 歌笨而舅舅 鱼鹰子换钱 这鱼鹰 落下了那伤心的泪 他倒说 歌笨而要你挺安 早知道 若在这愚人的手 倒不如 你归大海 我上高山 这就是 玉蚌相争 渔翁得离 你是身头容易 还是退头难 你是我的剑一短 你这浅姐这什么曲 向上的本门唱法 太平歌词 玉蚌相争 渔翁得利 小伙儿实话实说 在相声界 你拜得谁为师 肯定是学过 我这师父的名讳 我就不说了 我的师父 还给我起了个一名 叫什么 因为我师父和郭德纲 都是得字辈的 我就是云字辈的 我叫云绳 谭云绳 燕子我感觉他唱得比我好 小伙儿要不我给你唱一个 你看看我唱 绝对比你好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我感觉他现在唱的歌 比以前唱的要好很多了 好多了 成马足了 开心一个话我 跟别人比不了 跟自己比 他有进步了 我以后的目标不是光提高 和我自己比 我得和原唱比 怎么有一天我能超过的 好 我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发色 也不喜欢乱马七糟的发型 像那个大波浪 或者是那个像毛香寺那样的头色 我感觉像灶坑里崩溃的事 非常抱歉 我是一个不等浪漫的人 我不喜欢过那些外国的情人节 像2月14日 都说是国外的情人节 在街上溜达的真正的情侣 又有几个 想出去玩 咱就说想出去玩的 你整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喜欢吗 好了12号啊 阿南 像他这样回农村也动不了地 看他啥都不会 而且你除了这个 你还会别的吗 除了这个温婉 你还会别的吗 阿南想找一个 能回农村种地的 洗衣服 做饭 织毛衣 绣花 雕刻 很多事情我都会做 以前我也在农村 帮别人收过包米 也扒过包米 所以说累点 最起码我能坚持四天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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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你有留意到 他有两个特别的技能吗 绣花和织毛衣 你跟谁学的呀 因为我父母在我小时候 他是做生意的 没有时间管我 所以呢 就把我放在了奶奶家 我奶奶是一个很 传统的一个老太太 她没有什么文化 她那就是在家里做些家务活 我想好奇 她做什么 我学什么 所以都会了 哦 四海 小发 你像什么情人节啥 你都不过 那你说你要是有女朋友 你女朋友想过这节 你不配得过呀 情人节过呀 七月初期吗 那我就想过二月十四 二月十四是什么日子呀 那是外国人过的节日 那不洋气点吗 你可真是中 你不懂得中西结合吗 因为我不喜欢重洋媚外 好 好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首先要过好自己国家的节日 现在有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 不然之后呢 他整洋个事儿 如果自己国家的节日 如果你要能过好的话 你再过外国节日 我无话可说 你自己国家的节日 都记不全呢 你还整个别的事儿吗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很缺喜爱国学 喜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是 很缺 很缺什么 现在过洋节的人太多了 很缺少重视我们自己 传统节日的人 所以你显得特别宝贵 找一个自己匹配的姑娘 谢谢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子姐 加油 小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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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